我想探討過程之外 你一開始選了Chinese Opera 你不知道是粵劇 你進去了 你也要去那個學會報道 一發現是粵劇學會 想知道有沒有其他同學 有八個人的學校 那你有沒有想到縮不縮呢? 那你有沒有想到縮不縮 未必很有興趣地開始 你不認識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我覺得都想玩的 都是表演的一個項目 因為我們學校不是很推崇表演的 當時很少 你們學校就考試很厲害 對 考試、讀書 大家要一些科學 但是當時我就覺得都要玩 我都不是完全沒有聽過粵劇 我記得第一課就要分組 然後我說我想做女生 你想做鮮姐 對 很漂亮 然後又摘過很漂亮的雞 然後老師說不行 你太高 一圈圈主持 梁泰萊 注稱天欣 總有一圈圈中你 今天上來直播室的嘉賓 泰萊阿青 她不是一個普通人 她是一個超級普通人 謝謝天欣這麼難的介紹 我們這位嘉賓的歌 她是阿明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明 周卓爺 帶來她的最新拍台歌 超級普通人 第一次上來一圈圈 我猜不到她可以上來 我不是說她的背景 我只是說她上來才知道 原來她住在九龍東區 她那區是今天有很多水浸發生的 那可以先聽一下情況 對 喝油水過來 橡皮艇 是嗎 開了這個船 我自己是OK的 我住那裡也安全的 還有可能已經過了一些最嚴重的時刻 我出門口的時候是安全的到達 你是貴人 我是 出門 幸好 出門 我是貴人 那上個星期黑雨的時候 觀塘都什麼 都很誇張 但是我自己就沒有出門口 安全 不安全 我相信如果有看《全民造星》的聽眾 對阿明一定不會陌生 因為她參加了《全民造星3》和《全民造星4》 《全民造星3》的名字叫做Mig Child 你這麼多名字 不如你簡單說一下你幾個名字 其實我只有兩三個名字 通常都是阿明 現在我比較喜歡 但你原名叫Michelle 對 為什麼會叫阿明 因為一開始我以前中學讀女校 對 而且是同學灣的名字 對 對 然後很多人都叫Michelle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想要特別一點點 叫Michelle的時候不要全部人都轉著臉 然後我那時候就 Mig 就變成Mig Michelle Mig 分開了Michelle 對 但最後大家都叫Mig 全部Michelle變成阿明 在你的中學一叫阿明 就四五個女生就來 對 我們通常都叫Mig Child 然後你姓陳 就叫Mig Chan 哦 要叫個姓 是 剛才也說到 《全民造星3》和《全民造星4》都有你份 嗯 說到去參加《全民造星》的時候 是不是自己本身 從小到大都很想進入這一行 進入這個圈子 可能做歌手 或者有自己的夢想 是啊 完全是 其實是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沒有其他夢想 哦 就是小時候已經確立了 已經確立了 我會覺得自己很喜歡唱歌 很喜歡站在台上表演 誰是影響 我想是電視機裡面的人 每看別人的表演 我就會覺得 我很想成為他那樣的人 但是我爸爸媽媽都有點影響 因為他們都喜歡在家裡唱歌 以前會在卡拉OK機 又每一步都在家裡 然後我們就一起唱 拿著麥克風 我當時站在客廳 覺得自己好像明星 哈哈 你小時候喜歡唱什麼歌 我想都是那些 李克勤啊 用祖兒啊 那些 比較pop的 香港的歌曲 是 那是不是真的小時候 已經確立了想做歌手 然後也覺得很享受在台上表演 所以你應該是那些中學 那些歌唱比賽那些 風頭等 或者經常出現的 你應該是 是的 都是參加得多的 但是我發覺一開始 即是低方的參加 其實是拿不到獎的 就是 為甚麼呢 那是低方時 哈哈 哈哈 我懷疑是 我懷疑是 有一個作業在裡面 哈哈 即是 你要臨畢業才可以獲獎 即是去到方幾 我想去到方五 方六 才真的 或者可能因為我以前唱歌 都真的沒有什麼技巧 那去到中五中六才開始 真的 限定了一個基礎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獲獎 即是去學唱歌 我那時候沒有學流行曲 我以前是唱粵曲的 唱了 哇 唱粵曲 是啊 這裡又開了一個新的 不是 但是我看《全民造星》 我是很驚訝 她是唱一些類似Opera的形式的歌 那是嚇死我 她一開聲就已經是 多謝 那個Opera tone 因為聲音會不同 但又不同於曲 是的 我想她的發聲的原理都差不多 好 而且以前唱粵曲 多少歲開始學 就是由中一開始 為什麼突然會學粵曲 怎麼來的呢 學校有粵曲學會 是的 就是粵曲學會 不是說粵曲是一個很好的藝術 但是很少年輕人會突然說 我要加入粵曲學會 是 其實一開始 我說出來也覺得很搞笑 因為我那時候是讀英文學校 但我方溫進去的英文很差 我看到有一行叫Chinese Opera 當時我就想 應該是中文的音樂劇 歌劇 歌劇 然後我就選了 第一項目 原來是粵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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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劇 粵劇也有分平喉子喉 你學哪一種 我是平喉的 我做小生 小生 好害羞 我試一下 好來 全心攀莫能同合葬 鴛鴦雷雙灰磅 全台上再切身房 地府任司女在密 那平喉洋患 嘩 你突然轉了另一個通話 我很佩服那些年輕人 即阿密也是二十幾歲 他竟然會任白這些戲部 很喜歡 但我想探討過程 你一開始選了Chinese Opera 你不知道是粵劇 那你進去了 那你也要去學會報道 那發現是粵劇學會 想知道有沒有其他同學 當時有八個人的 有八個人的 那你有沒有想過 縮不縮呢 那你有沒有想過 未必很有興趣的 你不認識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我覺得 都想玩的 都是表演的一個項目 因為我們學校 不是很推崇表演的 當時很少 你們學校就是考試很厲害 對 推崇考試 大家要一些科學 但當時我就覺得 都要玩 我不是完全沒有聽過粵劇 那樣東西 那當刻就 我記得第一課 就要分組 然後我說我想做女生 我想做 你想做鮮姐 你想做鮮姐 很漂亮 然後又摘過很漂亮的雞 然後老師說 不行你太高 他不是因聲線分嗎 因高度分嗎 因為要partner 我真的比較高 哦 然後 還有我覺得 我也覺得 老師選了一個很好的崗位 給我 平後中難過之後 對於女生來說 對 我覺得很難 但是分高度而做男女 而不是先試了聲音 我們也有唱 我想他可能覺得 我都唱到 大家其實都差不多 對 當時很小 很小 這是兩回事 因為其實 我其實做粵劇的時候 做到 我想第五年的時候 開始發覺 這件事不是自己 很想將來做的事 我本身也是喜歡唱流行曲 然後 尤其是粵劇的感覺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那些做手 所有事情都很慢 然後 他入一個角色 可能因為我做男生的角色 我更加投入不到那件事 即是我要對著一個女生 在這裡談情說 那一刻我真的不太投入到 到了我真的唱一些流行曲 拿著結他自彈自唱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舞台才是我想做的事 但你又很聰明 你也會彈琴 也會彈結他 一點點 其實不敢講 因為我看你《參加造星》 都是自彈自唱 只有第一首歌 對嗎 是 還有你當時 當初一的時候 就有粵曲的興趣班 但你十三歲 可能當初二左右 你已經自己作曲寫詞 寫了一首《雙魚座》 就是去年派的 第一首派台 對 其實當時也是同步的 對 我想是 因為可能結他對我來講影響很大 就是拿起結他 想打人 對 謝霆鋒 不是打人 只是扔掉結他 我覺得他令到個人 好像有多了一個目標 因為我入到學校讀書 我發覺自己讀書很差 我每年都考到最後 然後那個人 那你也考到入大學 不知為何 你要知道 即是在一間名校裏面 考到最後 都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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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聰明了 好聰明了 這樣也好聰明了 你拿著結他 但什麼時候你拿著結他也是彈的 什麼時候想到 不如我自己寫一首吧 這麼小的 我不知道為何 一拿起就有一個靈感 這件事好像原來是 attached to我 好像是一個瓷石 突然黏起來 就有些化學作用出現了 即是自己掃一些曲 然後就開始亢奮一些melody 是啊 是啊 那我就發覺 原來我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都可以寫歌 慢慢在中學裏面培養這件的興趣 我看你也有Busking 你不是經常都很喜歡 拿著結他到處去嗎 其實現在沒有 我想之前比較少 但是通常Busking 我都不會自己彈 我都去別人幫我彈 我專注我的唱歌 是 那你為什麼會是兩年前 有個想法參加《造星》 三年前呢 其實我等了很久 其實一個平台 因為小時候 經常看那些 撐好一丁的那些 我媽媽說不可以參加 我媽媽說 會出醜的 讓那些親戚看到 但一秒有一千元 但那些選舉 每一秒都是錢 媽媽帶到自己 但她不是喬寶寶 但媽媽是預計了你會出醜 是啊 但你不是從小就在唱 你一群做祖儀嗎 可能免得我長大後會後悔 她叫你不要 她說不要啦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那到了她長大後 我自己有些自主權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自己報名了 是啊 那我就報了《全民造星》 還有 那時候參加《造星》的第一年 我是 三 三是他們要求出過度的歌手 是啊 那時候我還沒有 那時候有一個經理人的人幫我 去安排一個 叫做 有客幕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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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大家都是有經理人同志 是 那我就有參加 但我那時候什麼都不懂 真的 我不知道怎樣參加一個比賽 我不知道其實大家都可能會有一些設計 在裡面 或者是要塑造自己的形象 我是第一個學校以外的比賽 是啊 但那時候你比較文青 唱這個豆漿油條 是啊 那時候 可能我過一年的性格是比較斯文 第二年就狂野 入了行嗎 開放了 那時候家人 剛才你說殘口一叮 家人就不 那你報了名字 那你也要跟家人說 我參加《全民造星》 那他們那時候是怎樣的呢 他們都支持的 但是他們都有擔心 擔心我會聽到一些 可能外面的評語 或者可能 因為我第一回合的時候 已經被淘汰了 是 他們很害怕我不開心 沒事的 再參加 下年 我真的再參加 等等 你第三屆那次 你第一回合被淘汰了 你不覺得很大的打擊嗎 原來都很大的 原來 我以為會跟那些學校比賽差不多 但因為他在電視上出來 但你那時候已經錄了 你還沒播出來的時候 那段時間很煎熬 因為你永遠都不會知道那些網問 WHO寫你的什麼 對 WHO寫我的什麼 剪成什麼 但我自己相信自己也不會太差 因為我個人不太差 對 你大概知道 心裡有個數 對 但我也擔心 因為觀眾的評論很重要 其實很影響 那時候是很害怕的 就是第三屆 反而第四屆出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擔心 但也不是很多負評 第一次 不是很多 真的很幸運 很感謝這麼多位 但真的 是否因為家人說 不要緊 下次再來 有什麼原因 驅使到 我第三屆的時候 成績一般 我要再參加一次 其實是 我覺得 我有些不甘 我第三屆就是唱了豆漿油條 但我明明我的唱功 不只是豆漿油條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 最初是油炸鬼 對 我有很多東西想放出來給別人看 然後我第二屆也是想 嘗試看他會不會再收我 但第二屆你一來就已經知道 是選女團的 你不會覺得你是 首先你想不想入女團 對 其實坦白說 真的不是超級想的 即是你想有機會去表演 我覺得入一個女團 要看看當時 因為他們沒有說明 女團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有得入也是好事 就是唱歌表演 我跳舞不是很厲害 但我覺得我可以學一下 即是一個入行的方法 對 那去第四屆的時候 你明白了參加這個 《全民造星》 懂得玩了 對 遊戲規則是怎樣 有經驗 即是自己也先進步了很多 我覺得我肯試了很多 可能跟其他人說話都大膽了 因為第三屆我簡直是 可能跟旁邊的參賽者溝通多幾句 我都有點害羞 真的有點害羞 真的有點害羞 因為我們一直聽又不覺得你自害羞 你也很害羞 去到四十強子步 你又覺得甘不甘心 因為很多網民是特利不值的 對 我覺得我也甘心 因為我坦白說 真的不是一個跳舞很厲害的人 所以對女團這個東西 真的不是很適合 但是我自己有一點不甘心的位置 就是其實她到最後有一個solo performance 我沒有做到那個 即是你準備好了 但沒有機會展示出來 對 所以我一直都想起這件事 我覺得不行 所以後來就發現 我要自己出歌了 一圈圈 和你圈眾生活娛樂大小事 即刻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著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